上一回我们为大家推荐过 5个应该为你的爱车安装和安置的 Accessories 那今天小明我就列出 5个不应该出现在你车里的危险物品 能够对你的行车安全造成隐患 甚至危害到你的性命的汽车飞舰 第一个是我看到许多人喜欢买喜欢装 但我必须强烈提醒大家不能装的东西 安全带擦卡 安全带的出现是为了在发生撞击的时候 能够自行拉紧把你固定在座椅上 防止你向前冲撞到这个方向盘啊 挡风玻璃甚至整个人飞出车外的救命神器 很多人不喜欢把安全带 这个已经是坏习惯了 那为此现今的新车都会有 Sit Back Reminder 这个东西 而为了不要让这个东西想 又不想系上安全带啊 很多人就会购买安全带擦卡 也就是所谓的夹扣 根据大马道路安全研究院 MIROS 去年的一项调查就显示 我国有高达12%的车主会使用这个东西 2017年我国1000宗死亡车祸中 就有30%的车主使用了这个夹扣 虽然有些插卡的设计是挺聪明的 你装了过后 你还能够直接在它上面 另外锁上你的这个安全带卡扣 听起来很贴心也很方便 但是你知道吗 撞车的时候 它很大可能无法承受这个撞击力 外加你的体重 而整个爆开 然后你就像世界冠军一样 向前冲了 车速越快你就飞得越远 而且如果你发生意外 保险公司看到你的车有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有权利聚保的 第二个也是普遍出现在许多车子上的一个情况 那就是使用不合身的脚垫 有些车主要卫生又想要省钱 就会选择市面上一些通用型的脚垫 它比起这个量身丁座的脚垫 的确是便宜了不少 反正也是一样用嘛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就错了 首先这一类通用型的脚垫可能会发生尺寸太大的问题 多出来的地方如果不小心卷起来 卡在这个油门还是刹车踏板下面的话 你就是good game well played了 就算你买到这个ok的尺寸 但是如果它没有这个能够固定着它的一个设计的话 不小心踩踩一下滑到这个踏板下面的话 你还是一样会变成MVP 关于脚垫这方面 我个人是建议你要码就选择专门为你的车款打造 合身并且自带固定设计的脚垫 像洗车佬之前推荐的那款我就觉得不错 不然你就干脆不要装 毕竟这个东西对这个安全的影响是可大可小的 第三个我相信是许多人都不会想到的一个安全隐患 那就是在dashboard中控台上面放东西 尤其是副驾驶的部分 中控台上方这个地方算是我们可以放置物品的一个舞台啦 很多人喜欢安置一些私人物品 比如说贴上香水啊 放宝平安的神像啊 我也看过一些车主放玩偶啊 放模型 甚至是安装一整排的这个赛车仪表 哦还有一个就是安装这个dashboard MAD 说要保护这个中控台啦 但是问题来了 中控台副驾驶的部分是有这个安全气脑的 Airbag 这个东西如果你不懂的话 它其实是和炸弹一样 也就是以这个炸药点燃来快速爆破弹出 并马上充满气来达到保护你的作用 整个过程基本上就是 爆炸咯 所以试想想 如果你在这个炸弹上面放东西的话 后果会如何呢 OK 就算你不是放在这个Airbag附近啊 在发生意外的时候 这个撞击力它的速度 很大可能是和超跑的Top Speed是一样的 假如还涉及到这个翻车的话 这一些dashboard上面的东西是有机会 HOOD到你的哦 所以要装是可以 但请别放太重的东西 OK 接下来就到这个方向盘的部分了 首先我先讲它的Airbag 同样的它也是一颗炸弹 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建议大家在这个方向盘中间 也就是所谓的Hornbutton 或者是Airbag Cover 这个地方加装任何的事件 毕竟因为Airbag弹出来的时候啊 这些漂亮的事件很大可能会弄伤你的 致命凶器 打到脸的话就不好了 再来就是这个方向盘的套了 一般上来讲只有这个有缝制 并且稳妥的贴紧在你的方向盘的套才算是安全的 至于那些只是这样子套上去而已的方向盘套 是有可能会出现打滑的问题 你应该不会想要看到你在摆这个方向盘的时候 差点不小心滑掉吧 除了方向盘我觉得还有座椅套这个东西也是 必须谨慎安装的一个产品 目前市面上有这个6个Airbag的车款是不少 那基本上有这个6个Airbag的话呢 它的这个驾驶座还有副驾驶的座椅都是在旁边有这个气囊的 所以真的要的话请选择那些不会遮挡到旁边的一套设计 虽然某些时候有套会比较安全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apply在手上 最后就是后视镜这个部分了 很多座主喜欢在这里挂东西 是可以 但请别挂太大太重又或者是太尖锐的东西 毕竟这个地方很靠近我们的头 如果发生这个猛烈撞击啊 它拼它拼它这样挂到你又或者是插到你的话 又是GWP 恭喜发财了 好啦 以上就是小明我给大家的一个温馨提醒 如果你的车上有以上这几个物品的话 我建议最好及时拿下来不要继续放在车里 避免在开车的时候出现这个安全隐患 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尤其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还有我觉得第三个也是啦 我觉得他们都是这个隐形杀手 尤其是现在的车子已经是越开越快 可千万不要开玩笑哦 好啦 希望今天这支影片能够帮到大家 那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这个X Series 是危险的 是不应该装的 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 一起提醒大家 觉得这支影片有用的话 请给个赞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是 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知道 当然也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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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